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由起床开始说起 我这个天生乱头发镜 一起床头像金毛丝黄 你们经常想听我的早上 routine 其实很简单 首先用去角质的toner 抹好全面后 再加多个保湿toner 把保湿的成分印上面 之后再加多个保湿精华 再加多个保湿面 这样就完成了 等待护肤粉吸收的同时 就顺便带糠 带完糠之后可以开始防晒 没错,防晒是很重要的步骤 我是不会错的 之后就塗一塗潤唇膏 我今天终于记得塗了 接着就可以开始化妆了 其实跟平时都差不多 下遮瑕,接着上粉底 最近用的是嬌蘭新的粉底 刚刚买了不久 接着上碎粉 都是用Hourglass的 这些水粉 跟平时一样都是这样的 滑眉 上眉 gel 和化鼻影 没有分别 最近用着一个新的眼影 NYX 65元 我都很喜欢 接着加上香檳金色的眼影 在中间和眼头的位置 整个眼妆就会自然很多 再加上眼睛 再加上胭脂 今天用的光影 是Clay Depore的光影粉 我会大面积地掃 然后再画上唇膏 整个妆就已经完成了 一起身化妆 臉很浮肿 不用担心 我们设置完头 就正常很多了 平时星期六日 我自己很少特意去打扮 因为都没什么特别 但今天真的想打扮一下自己 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等下又要拍照 其中一件我真的很想做 但今天不能做的就是噴香水 我最近收了一个试用 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今天竟然是一个很完美的日子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就是 就是这五支香水膏 这五支香水膏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超有关系 因为我今天真的觉得自己 扮得漂亮漂亮 没理由不噴香水 但我又有狗 然后晚点又有小朋友 其实噴香水的 很多的味道和酒精 都是对他们不太好 所以竟然在今天这个香水膏 就大派用场了 真的没有够定的 我不会为了一个试用 而又朋友结婚又巧要团拜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说 他们是可以和小朋友和宠物共用的 它是没有防腐剂 没有一个致敏成分 然后Dye应该是没有色素 而且是没有酒精 它主要的成分都是一些B-Wax 是蜜蜜 然后有Jojoba Oil Sheer Butter 维他命E E Essence 和Fragrance Oil 我不可以说它100%天然那么厉害 但是相对于平时噴的香水 它是比较没有那种酒精味 和没有很多化学物质 然后这五支香水 其实它们的味道和一些很出名 比较大牌子的香水 味道是有少少相似的 例如我手上的这款Love No.5 一听No.5 这个字就马上想起Chanel 对不对? 它的味道也是Chanel No.5的爽心粉味 而这两个 你看到它的名字 应该都会想起Jo Malone 然后它还有一支叫Chance 应该是Chanel香水的名字 还有Merry Me就是Lavin 我本身一般的包装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给了这个价钱 包装可以稀奇一点 我用会开心一点 毫无疑问它这个类似 很方便带出去 而且用起来也很方便 香水糕始终比普通香水 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 我想大概三至四个小时 已经没有了味道了 但它也预理是带出去补 结果就回到这里了 因为那天拍的时候 实在天气太热了 中间又要走两场 很忙又要带着Chopper 我都没有时间和精力 继续拍下去 所以收尾就要留在家里收 大家都会看到当天我介绍的那一支香水糕 没错 我又有这个观众福利 今次问了他们 拿多了两支香水糕 全身的 一支是Love No.5的味道 另一支是我当天所用的香味 这两支怎么可以得到呢 其实参加的方法和以往一样 都是非常之简单 就是like这条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做齊了这么多东西的话 在下面留言 就跟我说想要紫色的 这支是Love No.5 还是黄色的 这支比较清新香味的香水糕 认真的 我收了这支香水糕 都超过了一个月 不停用不停用 去测试一下会不会有敏感的情况 有什么不良的反应 究竟他们持久度是多少 带出去是否真的方便 等等 我才跟大家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这一类型的分享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 订阅我的channel 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两条新片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